爪子,所以叫做鯉 那可是鯉是高漆的半島區 所以我們就叫它鯉三鯉 鯉代表是最極端、最壁的地方 事實上,台灣的最壁端是 原本的所謂低側的一個最壁區 所以說,也有人說給它立了一個牌子 台灣最壁端 台灣最壁端 好,那往前走 前面三十公尺,那邊有個兩鯉 那你每天就可以看到一個伺服區 好,伺服區 前面三十公尺,那邊有個兩鯉 伺服區 有個兩鯉 身上的照片 非常得兩鯉,非常得美 這裡晚上適合做一個活動 因為這裡沒有光害 可以在這邊關心 另外呢 晚上呢 我們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 我們這裡有什麼 不用跑到馬祖去 我們這裡有藍眼淚 藍眼淚 數量的發光灶 它沒有數量那麼多 可是你用你的手 一波就會發光了 對 然後再告訴大家 另外一個小秘密 這個地方有很多沙蝦 那是要沙蝦吧 沙蝦呢 我們大概沒有為生態觀察 夏季的時候可以來到海邊 你就可以戴著什麼 戴著頭燈 然後往沙子裡放 就會看到兩天中兩天的沙蝦 這個適合晚上做 然後夏天明夜的五月份 也有陰火蟲 好不好 歡迎大家帶自己家來玩 左手邊這一區呢 原本就是一個石戶區 這個石戶是比較小型的石戶 那因為風吹日曬的結果 還有風浪跟颱風的影響 後來那個石戶區 慢慢就不見了 為什麼 這個地方很好下去 有點平坦 這地方過去 它周圍呢 就是有小型的一個石戶 待會我們會看到另外一個石戶 是比較大區 從我們這一邊呢 我們就注意別端了 往東邊走 這個地方就是白沙灣 這個山的另外一邊就是白沙灣 我們還是很厲害 然後到白沙灣 有這一個西門 三、一、四、三、四、三、四、三、五、三、四、三、四